今天吻盘之外很重要像是鸿海像是联发科 而且鸿海还已经一度冲上了16年来的新高 盘中一度来到了171 那现在就是市场上像是高盛的美系外资 已经把鸿海这个定 就是把他目标价已经定到了200块 那就是之前的这个郭台铭郭董 他的退休之前提到的一个数字 我想这市场上的士气大振 那今天很重要的一个稳盘的焦点 除了这个台积电鸿海联发科 而且今天联发科发表新品 今天其实是重要的日子 包括像是这个苹果 他也发表新产品 所以我们来关心大伯高市 是到美国高市继续去的影响 大伯高市今天是开关 但是后来约会一度就冰了 但是五盆有买完真正 但这点参与红海我们盆是重要的关键 所以不真正是怎么做 那现在连扫会接触张真伟 为大家来关系 谢谢主播 今天这个盘势也一度让大家觉得 冒出了一身冷汗 觉得旗感的震荡跌幅上下比较大 不过这个的确早盘 本来因为美股有大涨的台股 那中间一度甚至翻黑 但是最后比如说到了五盘之后 一路再往上拉高 现在我们台北股市 目前指数是大涨了130点 那指数来到了20653 那么它的成交值 成交值来到了4061亿元 不过主要的这个吻盘的重点 当然还是在台积电 护国神山台积电 就在尾盘的时候 已经站稳了800块的大关 那今天除了台积电吻盘之外 很重要像是红海 像是联发科 而且红海还已经一度冲上了 16年来的新高盘中 一度来到了171 那现在就是市场上像是高盛 等美系的外资 已经把红海这个定 就是把它的目标价 已经定到了200块 那就是之前的 这个郭台铭郭董 他在退休之前提到的一个数字 为止市场上的士气大振 那今天很重要的一个 吻盘的焦点 除了这个台积电 红海联发科 而且今天联发科发表新品 今天其实是重要的日子 包括像是这个苹果 他也发表新产品 那么华为也发表新产品 那今天只是盘式震荡比较大 那今天在这个全职股 它很有表现之外 还有哪一间呢 其实今天成交量非常大的是一股 是这个所谓的一拳 那包括像是长荣 他们的这个成交量都还蛮大的 像是一拳来到了13万张 而长荣来到了12万张 但是为什么他们有机会 冲上这么比较高的一个数字 很重要的一个点 一拳它最重要是传出 它已经打入了COAX的供应链 那当然这些事情 在目前的这个传闻过程当中 这也是在今天它成交量 能够报到这个13万张 很重要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那么但是今天 除了这个光电族群 或者是像是这个半导体族群 网上带之外 地体族群表现也相当的不错 目前为止它的报价 这个冲高 所以包括像是威刚实权 今天他们很重要 也交出了4月份漂亮的成绩单 所以这个营书户的表情 依旧是非常重要的重点 那么当然整个族群拉高之后 它还有像商城 这个等等 他们也雨山也都有往上带高 那么在这里面今天 有人这个也是非常亮眼表现的 就是机器人 那今天机器人就是 因为这个特斯拉 这个创办人马斯克 他也提到 他要强化他目前 我觉得他的机器人 这方面的一个灵活度 今天包括所罗门 包括像是河春 这个河春是一个 一个红海集团的 一个红家军的一员 那么这个全面的往上带 广名也有往上带 所以今天在这里面 全面走高 但是也有人往下 那大家留意像是资产股 因为今天电子股 只要成交比重超过六成以上 最有点的悄悄板效应 所以今天像是银剑股 甚至这一步波段 非常强势像是永信件等等 哇 达到了个跌情 那今天包括世新KY 其实也是状况 并不理想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今天 大家都知道 在上下震荡的过程当中 已经算是一个高点 台股究竟有没有机会 在这个过前高 我认为机率是高的 因为到时候 我们的520的这个行情 是强强过的 六月份 它到时候还会有国际电脑展 那么挥达它的财报 也马上就要公布 所以我觉得网上拖 网上再往上台 几率是很高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 这所有的观众 现在切记一个点 现在毕竟是一个高档 所以你不如等到 它轮动轮涨的一个行情 要追上之外 更重要的不要追高 而是等到它好的股票 回档的时候 我们再进场去听听 这才能够保护你的资产 而且一路都能够 有机会可以高档获利 这些部分 提供给我们所有的观众 做个参考 好 把 biblicalAL 都会准备 特别 很有趣 我们 successes 我们 我们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